发财啊 发财啊 全段时间我不是拍了一期关于我们农村不起眼的这种植物嘛 没想到我发到某网上去之后 既然有位日本人名粉丝私信托我帮他找这种植物 今天呢 我就发现了院子外面呢 仅此生长了一株 非常的茂盛 拍给大家看一下啊 很多人杀到我的事情都说没有看清楚 说他们家乡都没有 没想到这种植物既然在我国印度非常的厉害 且还有很多城市的人都不知道 每个地方的方言叫法都不一样 我们这边老人呢 就习惯称之为这种植物叫植和大王 我们能看到这种植物目前陆陆细细都已经开花直播 实在非常的茂盛 远距离看的是不是有点像辣椒苗的叶片 而且它的枝条呢 是泛紫色的 目前开出来的花朵 一串一串一串的哈 非常的茂盛 很多种子成熟之后 掉在地上也会繁殖 像这种植物也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属于一种比较抗寒的植物哈 我们能看到在这个地板上 足足可以证明这种植物生长能力有多么的顽强 它的头部根筋非常的发达 像这种植物呢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还有没有了哈 你们对这种植物聊不聊天 欢迎在我评论期告诉我一下 如果有的话 估计你们也要花长了 grandchildren 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